本來是台藤的大美町 專台完成五間 後果會改由家樂福來經營 八百塊的省點金的原工 綜合改品 這些原工很不好 因為台藤拿出的組件的條件 不如約品人員 而且公司也沒有協助 專家營告家樂福去港族 說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也沒有拜託 要來百間抗議 他們都是台藤的價值完工 這個月結束 他們就要失業了 因為全台村五間的台藤的大美町 六月份就由家樂福來經營 台藤在市委公佈大廣 改革價位的書 八百元名價值真相比四條 不過主権的條件 他們沒辦法接受 這個價值完工在台藤等公佈是十年以上 不過目前這裡有三十八的完工 可以專告家樂福 台藤標學金專略保重主権 完工的概念 基本上一定是優於勞計法的規定 我們的條件 像說來六間局進行協調 六間局希望有好的結果 中方的協商代表 都派得很正常的出來 我們會馬上 在第一次天會啟動 這樣的一個強制協商的機制 這次如果幾桌協調都破局 價值完工 沒有拜託 百間抗議